但是我們高跟主管 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選官僚 官僚 西裝筆挺抹油頭 年輕的苗栗縣議員陳光軒 問著風格不屬老將 但當選後2016年的婚外情醜聞 已經上了形象 最近卻又被人妻指控 涉嫌車內性侵 他們用這樣子一個 人格毀滅的這一種方式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 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 陳光軒受訪表示 這起妨害性自主官司 是有心人受局陷害 原來前年9月中 這名人妻向檢方指控 因為跟丈夫開店 有人鬧事 向陳光軒求助 之後被騙上車後 性侵得逞 但檢方偵查後發現 人妻事隔7個月才提告 而且事後也收下 陳光軒的禮物 認定是合意性交 不起訴處分 但對方丈夫卻又在提告 妨害婚姻 完全都是杜撰的故事 相關的驗商 甚至是一些可以佐證 我有對他做這些事情的證據 他通通都拿不出來 才32歲的苗栗縣議員陳光軒 當年在太陽花學運 苗栗大埔事件等抗爭活動中 都有他參與的身影 也是謝長廷愛將之一 卻在當選後 婚外情 性侵負面消息 連環報恐怕也傷透選民的心 記者彭志明 苗栗報導